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落報》我不講場 就是《落報》討論平台 現在進行一集直播的節目 有我余榮樣 身邊當然有鄭重輝 是 宇傳你好 大家好 盧鵬 輝哥幫我們呼籲一下 是 在這裏 現在直播著 希望大家一路看直播 一路認為 咦 不錯 立刻分享給你的朋友 分享一下 但是如果真的要繼續聽下去 而且是第一次聽 你首先訂閱 接著就想一想 響一響它 接著就可以進行看 看到若干時候 認為裏面的內容 跟你的想法差不多 或者是都不錯 怎樣怎樣怎樣賺 謝謝大家 我們這集說澳門疫情 催生的情況 首先問一下輝哥的問題 我們做這麼久 有沒有拿著一些字 在那裏讀澳門電台去講那些什麼 或者拿著今早澳門日報的新聞 就讀了算數了 有啊 我們… 我知道 有沒有只是讀呢 沒有啊 我們會拿著一個六報 有些裏面的精彩的東西告訴大家 所以 我有時就不是很認同 有些YouTuber 你只是把一些東西讀出來 那就聽每一個小時的電台的新聞 就搞定了 是不是 所以現在都要分析解釋一下 很多網友 它是免得看報紙 或者又不方便 有心思 就當這段是看電台的新聞來的 就是這樣 就這樣 好 不要說這些了 好嗎 我們再說一下 我們再說一下疫情 那個疫情就是不妙的了 最初每天 幾十宗整一下整一下 每天這個陽性的個案是百多宗 是吧 幸好我都和你提過 說 最好大家要清楚 確診的是多少 我們要計這個確診 不只是陽性 我們確診的個案都多了 其實都現在累積了 就是確診的 醫好的兩個傷減 都超過了300宗 那我就覺得在現在這個 那我首先要表明一個立場 我自己的立場是積極去抗疫的 就是這個是 不會說因為病輕與重 就可以不理它 我不贊成這樣的觀點 抗疫是第一的 抗疫是第一的 就是千萬不要說這個病不重要 它不死得人 那就見仁見智了 是吧 至於有些傳媒人 他會問 在記者會上問這些問題 我又見到打手就說 現在大家都很辛苦 你還這樣 大家應該包容和諧 我是不同意這個論調的 應該有碗就問碗 有碟就問碟的 那我看回廢國也很感謝 一般有些人想評論 鳳凰衛視的女記者 問這些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是言之有物 我們最近看回 我根據次序 首先是《市民日報》 它頭版的幾篇文章 包括特稿 包括《市民之聲》 都提到了 現在這個防疫大家要做好 但是千萬不要說記者提出這樣的問題 你認為他們提出這樣的問題 是不對的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而是應該是其是非其非 因為我們澳門的記者 就沒有說 走去用一些語言去罵那些官 你說什麼什麼 沒有的 是不是 另外呢 跟著《澳門日報》 它也有一篇文章也說到 就是真的有些官員要做好 不是說 那你要問問誰還會做 不是這樣 跟著還有一篇 是《人民日報》海外版的 這個海外版是由一位 在《駐澳門》的社長所寫的 他也都寫到說 喂 傳媒問一些事情 是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我免得誤導大家可以看這些文章 在網上流傳甚至說 那三個字號 我是根據他的先後 都發表了文章 難道他們三個字號都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不要只是踩著記者 因為我看到很多的拆鞋 我在這裡提出去批評的 因為我在網上也看到很多 支持是正義的人 往往澳門有很多 各級的 包括全國省級的市級的 一些人大或者政協 人大一定是全國的了 政協是有各級的 他們是拆鞋子來的 他為了爺爺喜歡 有時候某些事情 他是點讚的 是不是也點讚 但是他又怕死爺爺說 他不會提出批評判 這些穩陣的做法 但是這些是害了爺爺的 我們都希望爺爺會明白 這些人就不要輕易去給他連任 是不是 是不是真的要靠他捐錢 現在是不用的 我想說了在記者諸代會 有些記者去採訪提問 我想我們政府的官員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太累了 或者 太累了 你的態度也好 我形容了 輝哥 你不能夠你的氣嚴 比我們的特首更勝 都很平和去解答 甚至比我們的國家主席 甚至比我們的國家主席 我上次記得我問過輝哥 你見過我們的國家主席 公開會這樣擲人 有什麼問題 見過沒有 所以現在這個 希望那些官員 以後你要知道 這個問題 不是記者他八卦的 那些人會覺得記者 要顯示自己 你會問問題 其實記者 他的問題 真是真是他咀嚼了 很多不同的人 或者接觸到 或者經過天的人 他真是代人問 都有相當的比例 當然 有些官員 他可能 他是被升 或者他某個範圍是不錯的 但是一升到差不多 他管治能力始終是有限 你如果說應對新聞界 或者應對公眾 我提一個人物 我覺得他是很棒的 這是前香港立法會的主席 曾育成先生 他也很巧妙 有些事情 當時梁振英是任特首 梁振英想不回答 但是曾育成就說 特首先生要回答的 所以現在我想 我們衛生系統的官員 除了可能在專業知識方面 有一定的成就之外 我想你現在不是純粹 以一個技術 在這方面的人的角度去想 有一個答案 我覺得他真的純粹 你以一個醫生的角度去答 喂 病床很多方艙醫院 幾百人住在一起 有什麼所謂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問題 就是有 這些就是一件事 就是你站在醫生的角度 可能在隔離 防疫、防傳染 你做得很好 我算你 但是那個人的感覺 不是這樣的 我和你都一直說 我們不奉承 但是我們不妨講講 這一位人物 這個就是我們特首 何一誠先生 我做傳媒這麼久 我看著 譬如何一誠先生 由任立法會副主席 做到主席 後來做到特首 他也是人大的常委 他面對傳媒 面對公眾 他是到位的 也都試過 他親自跟大家說 是這樣的 真是不好意思 那麼一個人 有時候要為了整體能不能伸 這個我是佩服的 嗯 我們講回疫情 現在很多朋友都很擔心 但是我聽見 有些的言論 他們真的 好像有些人說 哎呀 打他打仗 怎樣怎樣怎樣 用武力解決了他怎樣怎樣 喏 有一些人的言論 就說 喂不如現在搞到這樣 喂你都沒有了道的 你看看 內地那裡 封了他 十四天 這樣就全部 就查出了 那個情況了這樣 就是講這番話大家要嘴咀一下 我不會說 非以你說那番話 嘴咀了 我提到一件事 你做一件事有個策略的 澳門有澳門的策略 打球也是 例如我們的女排都厲害 中國女排對日本 和對巴西 對美國可能的打法有不同 或者排位都不同 是吧 所以有自己的戰略 那不要現在呢 這麼快就下了判斷 我覺得呢 如果我們亂來 可能已經不止這麼多 當然有些事情 日後都可能要檢討 包括最初那個婚宴 為什麼引起到這麼厲害呢 有些事情要檢討 老實說 你現在去說 封控傳承 兩個星期 甚至乎一個月 上海不止 是吧 你說今天上海有沒有反彈呢 都有的 就是你有時老實說 其實就算中國的防疫 都不是我們聽到的 清零就全部關門 全部一個都沒有才開門 不是這樣的 我們現在仍然堅持 因為大家看到 國家主席最近 包括來到香港 他都提到這個動態清零的做法是對的 有時這些事情 好像我說的戰術 你未必要用哪一種東西最好 但是要適合這個地方 但是最怕你搞得不好 就是劣太清零 所以那個態度不能夠劣 是 你老實說一件事 就是大家 可能大家不同的角色的人 去看這個問題 真的是不同 比如一個學生 打八個風球 當然好 不用上學 尤其是小學生 他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說 有些人做生意的 嘩 都在騎騎著 那我立刻問你的問題 輝哥 我當大吉利是 你做的生意 本來已經一個月在虧了一點 不多 就是虧了幾次 頂得順 那突然間 你說每個伙計 我覺得你們很辛苦 每人按照你的薪金 多加兩成的工資 那是不是每個伙計都賺了 是啊 你就不行了 不是不行 除非你真是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之間 好生意到令到那些伙計 就是 你正在說 沒有可能 老實說一件事 就是說 掛風球放假 這個感受 大家都不同 如果你說 澳門 如果全部封鎖了 當然我是 如果到這個程度 需要這樣 我們都要無奈去接受 抗疫 我們一定 作為傳媒 尤其是 我自己也是傳媒人 一定要緊貼政府的訊息 將這個正確的訊息發放出來 所以在這裏 我亦都警告 我大膽警告 真的不要傳搖 包括有些已經說 澳門不行了 風控傳承 你可以 譬如說 我都聽到 但是有些當是真的 千萬不要這樣 這樣會亂的 我們接到很多 外國和內地的朋友 來問候我 怎麼樣 怕不怕有事 問候的意思 罵你的 問候 真的請安 直接說有沒有事 我覺得 在外地已經覺得 澳門嚴重到 很重要 要出門外出 大家都要害怕 其實我們身處其中 我們是很謹慎的 包括我們今天做節目 我們看看 KN95 是吧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配合 在防疫方面的號召 這個就是在做節目 都會戴著口罩來做 抗疫問題 我都不想說太多了 免得亂了 我覺得雖然仍然是 好像有增長 但是也好像 逐漸知道數據就多了 我希望 做了 將來的明天和後天 這一輪的核檢 大家也有快速測試的合裝 盡量大家不要亂來 希望這一波疫情 逐漸就會降低 這裏想講講 百億的經援 百億的抗疫經援 很多人有不同的意見 我首先都理性 希望大家理解 因為現在和現金分享不同 不是每人都有份 是被一些特別的疫情損失了 或者疫情中也不行 當然也有一個止境 你去令那些人受惠 每一個員工 現在的計劃就是15000 是合乎這個最低限度 都是過去48個月 就是過去24個月 那個收入頂 就是48 底就是超過6000 當然有些人希望 六萬月薪都希望有的 我想提 這個有一個止境 第一 你有六萬月薪 一般來說很好的 有些人說 我不好 你如果真的不好 我希望你作為一個個案 向政府申請 也都希望政府設立 可以允許個案去特別研究 那六萬月薪 原來都更慘 將它個案寫出來 讓大家看看 我們和第一次大撒幣 大派遣 不同 第一次 我知道 總之這個企業存在 排多少次給你 每一個員工 是存在的 排多少次給你 今天調整了一點 完全是不需要 有數字的審查 數字的限制 它看你 譬如說 看你報稅 你報稅的開支是多少 它最多是給你多少 最少就是三萬 以你那個開支的一成 做一個參數 當然 這些不是百分百 它可以查你的 是吧 它有權 因為其實 報稅尤其是 那些真正有會計師做的那些 你都要信它 你不信它也不會批它 是 是 這個我們不要說其它 它是基於一個信任的 是 是 就是等於人口調查 是嗎 就是我相信 絕大多數 不會說全部 它賺六十萬 它不會說 它涉半化賺六十萬 不會的 是吧 它現在以六十萬作為一個數 我覺得 如果它在這個疫境之中 都能夠維持到一些收益的說話 我想 留一點點公帑 我們還要跟著這件事 還未完結 是吧 以下我想大家憑良心去說 因為有些人在網上說 喂 你怎麼這麼多意見 因為有些人問我 問我 你問我就聽我的意見 他說又不是你的錢 他認為 誰人都應該給 小朋友應該給 家庭主婦應該給 因為家庭主婦都很慘 我就解釋 這次講到明 因為這個是經科局的 是不是 經大建業局長去解釋的 就是有些是受了疫情的影響 影響了它收開的薪金 特別是針對打工仔 和商家佬 就是勞資雙方 而不是說這個白 他進了老人院 他雖然懵懵懵懵懵懵 都不知道什麼 插著這條管 都給他 給他15000 不是這樣 其實澳門是很全面的 我覺得 現金分享 不分你任何年紀 總之你澳門 永久居民 你就有了 是的 是 還有我們剛剛發的那個 五千三千那個消費卡的優惠 是的 電子消費優惠 這些已經基本上 就是全文化了 社保的養老金 但是老實說一件事 澳門現在每一個居民 都和這兩種人分不開的 就是說打工仔和老闆 我認為現在要顧及他們 只有一些說 我認為要有一個指徑 任何人都應該有一個指徑 包括就算伙計派萬五 都叫做指徑 不能夠說他很慘 派到七萬 我呢 我也是一個僱主 所以我一定是站在僱主的角度 但是我當然也會站在打工仔的角度 我不是一輩子一出生就是僱主 你同不同意一些網上說 那個小孩子雖然他還沒入學 入學有免費 他兩歲多 為什麼他不能夠受惠 是的 宇Sir 其實呢 每一個人 你給到多些錢 一定是多謝你 是的 這個不用說 你不給他 給他 他一定說 有什麼理由給他不給我 這個感覺 我覺得是人之常情 我剛才也舉另一個例子 我也想你點評一下 就那個老伯或者婆婆 在那個老人院 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就是整天躺在那裡 就說 他你也要支助他嘛 我想呢 就這樣 這些個案呢 我去講呢 是不是要支助他呢 未必不用支助 就是講今次 就是講今次 你只有100億嘛 未必不用支助 他可能都要支助 是不是他已經受了一些資助 你還不知道呢 是啊 是不是 其實澳門整個福利能力 也不是跟政府說話 我們說話都要客觀一點 我跟著跟大家說話了 輝哥 如果那個賭收 重回 一年去到6千億 是不是應該現金分在加碼 當然啦 你也跟他說話 還要說一件事 大家千萬不要 僱員和僱主要對立 不要 因為其實現在老實說 要和充共濟 兩個是物不可分的 順此相依的 有時候都會咬到他的嘴唇 你靠他的力 他也靠你吃 我也說了 我們的嘴唇和牙 有時候都會咬到 但是雖然有時候會咬到你 但是你一定要 你不敢額外說一句 你不要做些非分的 就不怕被人咬到你的嘴唇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老實說 現在你看一下 所有澳門堂食的食肆 全部不給堂食 全部變成家裡堂食 那你想想 他們給多少錢租 他們真的 這十年八年賺的錢 可能兩個月就清袋了 所以有時候他清袋了 他就最多變回打工仔 剛才你講了一些良心說話 在另外一集 你說那些博企這麼辛苦 都仍然對員工是這樣 是不是都算是這樣 我想有時候 我們要看回頭 不要 還有這個思想 老闆不要說資本家 資本家有多久都沒有到資本家 那個金屬 老闆不一定是個個都剝削 不如這樣 如果我跟你說 不要讓某些人 就是別人罵我們的了 首先我逐樣問你 按照現行先 前年行過一次 每個伙計 每個伙計 是合乎政府 這個薪金的範圍先 兩萬元 現在定了 就差不多兩萬元 一個月 譬如他一萬五 你同不同意一萬五這個數 這個數我沒有底 我完全沒有一個根據 你同不同意 就是給了一萬五 我給了他 我同意給 給多少 這個我們不懂計算 主要說老闆 如果按照前年的基礎 就是現在轉了 計算你那個店鋪大概成本幾多 無論你贊蝕 最低限度 給了三萬元給你 你都起碼收貨 是啊 其實老實說 如果有要租破 要請伙計的老闆 那三萬元救不到他多少 至於呢 有些人又說他有需要 這個又說需要 你都同不同意我 以前都提出過的 或者政府定一筆錢 或者定一個特別的處理模式 去審視一些特別的個案 那個人很慘 他原來呢 過去兩年都失業了 因為他不進這個樓 他又沒有那一萬五 他希望有那一萬五 而且那個人呢 已經超過了六十五歲 因為他本來有這個央處金 一年七千 因為那個法律規定沒有 盈餘就沒有了 那就很慘了 你同不同意設一個 專門審核的人 妻慘而特別批給他 其實這些人呢 這個圈子裡面 有份 我想呢 政府再用一個審查方式去計算他 譬如他的資產啊 他的收入啊 諸如此類 雖然說 好像進入了這個社會福利的那個範圍 但是現在是非常時期 非常時期呢 我們不要當他是社會福利 我們當他是那個經濟 現在的經濟問題的一份子 就是這樣 最後有一件事 都問了一時間有限了 你同不同意 有些朋友提出 給一個特別的現金分享 最好是去到一萬 非永久居民呢 就一樣照以往的比例是六千 你同不同意 我是不同意的 我是不同意的 因為為什麼呢 講大家對於澳門的貢獻啊 還有非永久居民 很多種方式成為非永久居民 有些所謂專才移民 有些是團聚啊 那我想這個為什麼會 你說是不是歧視他呢 不是歧視 因為他叫非永久居民 非永久居民的意思呢 是未到永久居民 但是已經入了這個資格 要滿若干年的 沒錯 我們永久居民 我們不要說幾代人在這裏 最低限度 那你都回答得很清楚了 都符合我的要求 我都認為不要隨便亂去 那最後一個問題問了 你同不同意一個嬰兒 他只有幾個月大 又給他一萬五萬 不同意 不同意 是 因為我們的錢 我永遠都說 可能還要用多 不知道多少次的 我們都要看著那個銀包 大家看看我們的收益 現在是多少 你不要說 我們有很多儲備 家有二千 每日二千 真是 那我去問一下 這個很容易回答 你同不同的一個官員 包括他的月薪 計算了個身份點 去到八、九萬 津貼給他 唉 大家回答 我不回答 是吧 好 那輝哥真是 好妙的 已經回應到了 多謝輝哥